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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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人现在在Pili Mira Marina Club 但是 参加了 一个闪团的 闪团 现在我就在 在 这个club的路口 让你们看一下 没错就是这里 待会 传掉后再拍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一下 Mira Marina 就是在这里上传 Cicc 出还有转 看一下 kromi 那是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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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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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下Amiro的Oriana 现在我们已经是刚刚调完回来 现在我也是已经从船跳回来的 早上本来应该是先排了才出海 但是因为是有一点特发情况 因为遇到我的偶像 他不可以算是我的偶像 他应该是算个Legend 但是我一个十多年前就开始看八王的VCD 然后到DVD那也是 所以太紧张了 所以忘记就拍开场 早上七点半集合 然后八点出海 现在大概五点回来 今天的目标本来是Talang 但是我没有钓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Trip比Talang更有意义 如果是没有接触过八王的人 我也是认为他是八神级的人物 所以应该是没有这样平易近人 反而是八王非常的平易近人 会主动打招呼 是来到这个Trip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搜索了 是在网上已经看到他的报导 本来是想跟大家讲是根据网上搜索的资料 但是现在我可以讲是根据他的亲口跟我说 这里的钓框 这里的钓框 根据八王说 在大马 其实在圣北里南州跟马六甲州是没有拖船的 Talang这种属于上层漫游的鱼 还可以在这里钓货 蛮多而且尺寸是不错的 只是听到偶像解释的话 真的感觉是不一样 这个Trip其实是真的还高兴 这个影片应该会做的会比较短一点的 因为我还会再回来 I will be back OK 影片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记得Subscribe and Like OK Bye